岸田文雄透露消息 尹熙悦跌倒杀人 拜登会同意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蓝观点 前不久 美日领导人在白宫最守 这个画面 一下子讲不少人的记忆 拉回到了去年戴卫营庄园 可大家总感觉少了一个人 是的 这次会面 韩国总统尹熙悦没有参加 没能再次凑提美日韩首脑会务 但是尹熙悦在国内也没闲着 甚至还获得了一个新的绰号 这个绰号叫佛教总统 原来在岸田文雄访美的前后 韩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 国会中期选举 这次选举的结果 将直接影响尹熙悦在跌下来三年的 总统任期当中的执政露天 如今结果出炉 韩国再野党再一次掌握了国会绝大多数席位 好小野大的局面 非但没有改善 反而是越来越不可收拾 另外 尹熙悦政府的几位重要人物 在国会选举结果出来的第一时间 纷纷刺成 看来尹熙悦接下来的政治时光 注定是异常坎坷 但是就算尹熙悦没有亲自到场白宫 安田文雄还是在访美结束之后 向他共享了所谓的防美称国 再次强调了 加强美日韩三方的紧密关系 日韩双方的关系从去年戴卫营会晤之后 一路高歌猛定 尹熙悦更是两次看成是他自己的一份功力 自然他要用心去维护 从日本的这个动作不难看出 日韩两国正在抓紧电视 才要把两国的关系更上一层了 日韩田文雄向尹熙悦共享的防美称国当中 针对中国肯定是头等大事 换句话说呢 让韩国更加坚定的站在中国的罪里面 才是日本和美国的根本搏不起来 就在安田文雄与尹熙悦通话的当天 韩国呢 再一次被刺中国 据路透社消息 为了响应韩国企业的要求 美国逆将恢复一项 涉及中国企业的关税 其主要内容啊 禁止美国企业从中国等国 电口双面 太阳灯电池板时啊 点交关税 从目前的情况看 美国接受这项提议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因为拜登当算的主要经济主张 就是在改变美国的能源经济的同时呢 还有兼顾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所以在涉及到清洁能源问题的时候呢 美国政府向来都是十分重视 而之所以韩国这次说话分量这么重 主要是因为韩国韩华集团 旗下的光伏巨头企业 在美国的投资巨大 去年呢 刚刚算要投资26亿美元 要在美国建立完整的太阳能产业光营量 这个天大的好事 拜登自然不会让它跑掉 相比之下 为了保住韩国光伏企业在美国的投资 拜登政府呢 两枪口对折了中国的光伏企业 提高美国对中国光伏相关产品进口的关税 韩国企业呢 自然就能够坐享天然优势 更大范围的占据呢 美国市场 换言之 韩国企业虽然想把中国的清洁能源企业 抵出美国市场 但是韩国自己呢 却不想动手 而是呢 把这个刀子呢 递给美国 这招跌刀杀人 美国就算是看透了韩国的本质 拜登似乎呢 也没有拒绝的理 韩国企业的这个时机 选的也是非常巧合 当下美国在经贸领域再一次对中国发起猛烈攻势 保护主义之下 中美两国的关系持续紧张 但是美韩之间的合作就真的能够长久吗 以我看 也不好说 韩国企业遭受美国的被刺的案例 比比皆是 尹锡悦不能做到吃一欠 长一智也就算了 别到时候再赔了夫人又遮兵 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